大家好,欢迎回到我是槟城人,I'm Benengai的频道 今天我们做一个特别企划 跟目前常居槟城的龙飞虎老师进行线上专访 了解他对方言的看法 龙飞虎老师是国际心理学家 语言学家、教育家、香港龙飞顾问行董事长 香港第三只耳朵国际教育集团董事长 第三只眼、耳朵和六个月学会任何一种外语作者 功夫英语APP的创始人 龙老师你好 想知道你现在在槟城,你在槟城多久了? 其实在槟城有两年多一点了 两年半的时间了 那你对槟城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是食物啊、这边的文化、古迹、历史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印象呢? 我觉得槟城的那个自然环境比很多地方好 还是有森林 那个空气是很新鲜的嘛 总的来说 其实我是一个春节过来待几天了嘛 那么觉得这儿不错 也找一找是不是有地方觉得适合住 所以后来就申请那个长期签证 就过来住了 嗯,是这样来的 槟城真的是有山有水啊 有海有山 然后有古迹有森林 对,我觉得我很喜欢它的自然环境 嗯,那些古迹什么慢慢摸索吧 但第一次来 他摸索一下啊 我觉得是一个一个 算是比较休闲的地方吧 休闲的地方 好,那龙老师 你当初其实你学中文的缘由是什么? 你什么缘故你开始学中文呢? 嗯,如想随俗吧 如想随俗 就中国那边有业务 我去中国了 然后呢 我当然就是到一个新的国家 要生活 然后又要认识这个地方 你必须懂它的语言 所以我就是学嘛 没什么别的 我不是一定要学中文 所以学中文 我是到那地方就学那语言了 哦,那你在槟城 我是听说你有那个客服的业务 那你当初设立在槟城 是因为我们的语言观 多一种语言的入市吗? 对我们的外文啊 英文、中文、福建话、广东那些都可以 其实是特别有趣 第一是这儿的 这儿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会普通化的 但是同时呢 他们也是懂多种语言 所以呢他们在骨子里面 他们不知道一种 多语言的能力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在中国国内 大多数或者不会英语 所以你跟他说学语言这东西他不明白 或者呢是学过英语 但是他用了那个传统的方式 所以他也搞不明白 他不是一个双语或者多语的一个状态 他是四级颖背呀 分析语法那种方式 你到四级、六级、八级那种的 所以关于怎么样准确的学语言 他根本是不明白 你跟他说五遍八遍呢 他不一定能掌握 但是这儿的人 因为是已经会好几种语言 而且可以切换 所以他们明白这个道理 那你觉得方言 就是那个福建话和广东 是属于一种独立的语言吗 应该这样说 语言和语言之间是有不同的距离嘛 比如你看四川话跟四川话 他们是有区别 但是那个区别没那么大 湖南话嘛 湖南话 就是一样的有距离 他们不那么大 好像伦敦的英语 跟苏乌兰的英语 那么一个距离了 那么如果你说广东话、福建话 它跟普通话的区别 好像是英文与法文那种区别的 所以你怎么说呢 是不是都是多另外一种语言 因为那个表达方式 那个肢体语言 那些庸词的习惯 都有它的特点 所以不管怎么样 你得下功夫学习 那区别 那个距离语言 那你得下的功夫多一点 如果距离比较近 那不需要那么多功夫 但是还是得下一点功夫才能掌握 所以你身为语言学家 那你是否认同 方言 就是懂比较多 这些福建话、广东话 可以的推广和传承 而不是让大家 就是说普通话 一种语言吗 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社区的嘛 不同的语言 算是不同的社区 那如果那个社区的人 愿意一直用那个语言用下去 而且别人愿意进来 参与那个社区 那你的语言会一直在的 如果没有人愿意 待在那个社区里面的 那这个语言自然都会消失了 而且这种算是一个 自然进化的一个过程 你有一点没办法去调整它 因为每一个语言还是活的嘛 今天的普通话 跟20年前的普通话 区别也挺多了 今天的英语 跟100年前的英语也是很不一样 所以语言是不断的改变 不断的调整的一个东西了 所以 是吧 所以包括韩国呢 韩国语也有很多中文在里面 日语也有很多中文在里面 所以他们也算是混合物了 所以这些东西是活的 我相信你不管怎么样 你再过500年 今天的普通话 你今天的普通话 就不是今天的样子 我能肯定 对 槟城的福建话 也是就是200多年慢慢演化 然后加入了一些外来的词汇一起的 对 对 它有马来文 那肯定有印度的词在里面 那肯定是一个混合物了 那你觉得多学一种 就是这些方言 是否会增强其 就是当他要学习另外一个语言的时候 是否是会有其他自己的那个优势呢 就是他懂比较多的方言呢 他会不会比较容易上手 肯定会啊 你怎么说呢 你如果有机会用 越多语言越好 你到一个地方了 如果你真正的要融入那个文化 你必须学会它的语言 所以呢 肯定 如果你到一个福建话的一个地方了 你真的要融入那个地方 你必须学那个语言 槟城比较特别了 因为呢 槟城人大多数现在或者是英语 或者是普通话 而且看到外来的人都会用这些语言 所以就很难有机会接触福建话的 其实我到了槟城以后啊 能够连续几个小时听福建话 可能好像是只有一个机会 而且那个不是纯福建话 是有英语 有普通话 有广东话 什么混合在里面 所以没有一个机会好好地听 因为这是因为政策上面嘛 就是80、90年代的时候 就是我们民间就推广了 讲普通话 讲母语 他们就认为母语就是中文 那么现在才开始 就是20多年 30多年过去了 现在我们才了解 就是说这个方言必须要传承下去 所以我们就开始 有一些复兴说福建话啊 学习方言的一些活动啊 所以就是慢慢的 就是希望说会恢复回来 就是那种到处你都可以听到福建话的那种 槟城吧 那这个也好啊 有点像香港嘛 你看香港人是广东话嘛 那槟城可以是福建话 那香港人也会福建话 所以你两个语言都能同时存在 对 那你觉得小孩子啊 会不会有更强的学习能力来掌握这些 多一些的语言或者是方言呢 从小灌输他们就跟他们讲会不会比较好 还是他长大的学习比较会有影响呢 其实成年人学外语可以比孩子快了 成年人会学习比较快哦 以你的经验 所以你的方法 就是成年人肯定学得比孩子快 就是第一 第二呢孩子呢 你给他关注一个语言 他不理你 他不要学 但是如果 比如你是他的家长 你只跟他用那个语言 他肯定会学的 而且他不是在学习 他就是要掌握 他的一个生活的技能 所以看你怎么带 不是不是 整天天地说英语 整天天地说普通话 然后让他上课学福建话 那个是不行的 如果你要他真的会福建话 你要把福建话当成 一个生活沟通的工具 因此呢 他自然就会把它学好了 就父母要作则吧 就是要跟他们在家里使用 然后让他们掌握吧 是啊 一定要这样的 要不然他没心情 老师你在槟城你说 你就是你没什么听见 那个就是一整天都听得见福建话 那你觉得福建话 如果在槟城消失 会不会是一种可惜呢 就是大家就突然间 转了一个环境 就像香港全部人都在讲普通话 这样子 你会不会觉得是一点可惜呢 那当然了 失去任何一个文化 是可惜的 同时呢 这个是不是时区 是完全取决于社区的人 就没有觉得有价值 那你觉得 回到刚才有一个问题 就是方言 他算不算就是所谓 我们所说的母语 MOTHER TONG 这个概念 有点不太对 我认识一个人 一个英国人 他的一个语言是 Swahili 是非洲一个方言 不是他的妈妈 那他是怎么学到这个语言呢 应该应该是他们的工人吧 他工人啊 应该是他的工人 代理他们 怎么说呢 要把他当成你每天要用的工具 要把这个语言当成你的社区 那个沟通 那个规矩吧 我们这批人就是用这个语言来沟通 所以大家就是要用力 对不对 大家一起推广 然后不能只推广给小孩子 然后大人我们要常讲 对 那如果在家里呢 说福建话孩子呢 当然都可以长大 去能够说福建话的 如果大人在家里 因为担心孩子的未来 就跟他说福建话 跟他说英语 不允许再说福建话 然后呢 他8岁 让他上课 去福建话 那个肯定会使来的 那老师你觉得 槟城如果给你开那个语言中心 你还会不会来开呢 我们的英文程度到 是不是很好 还是你觉得还有改善 你会来帮忙的地方呢 其实每一个英语岛 你们这个水平的人 在继续提高的 最好的方法是 大量的阅读 阅读自己喜欢的英文书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 你个人认为就是说 槟城的英文水平已经很高了 对不对 其实普通沟通都没有问题 可以了 可以了 是完全能够应付 那个沟通的需要 那他带着他的特点 他有一些口音 他有一些融词是本地的 如果外国人来了 听这些词 那就不知道吗 都会混那个马来文 Makopi啊 什么这些东西呢 但是呢 这个 只要你要强化这个语言 你就开始大量的阅读 你喜欢的小说 什么 你科学的书都行 因为你是经过 那个书或者那个视频 获取你要的一些知识 你是关于其他的那个主题 因此你自然都会 都会获取 我一个朋友 以前是在大学认识的 是马来西亚来的 他基本上 他的英文 要比他的任何中文强 他也是福建化的 但是 他的最强的语言 应该是英语 英语最强 然后呢 他有一次 他分享这个故事 太好玩了 他说他在英国 开了一个会 就是 这个是一个跨国公司 所以很多不同的国家的人 包括英国 不同地区的人 都在 在那一起开会的 有趣的是 他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 能够全部听懂 他们说的话 他们呢 反而 听不懂 只见他们 英语母语者之间 经常听不懂 他们在说什么 那个强调的问题吧 强调的问题 因为他是在多语言 环境长大 而且他是听过 不同的英语的方言 所以他完全掌握了 他们是没有听过 其他的英语的方言 所以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陌生世界了 所以 总有希望 就是你只要愿意用这个语言 每天在用 经常在用 你肯定会不断的强化的 当然老师 你可以分享 就是当初 你学粤语的一些技巧吗 就是我听说 你的粤语也很好啊 可以让那些不懂粤语的人 快速地掌握粤语嘛 就是那个广东话 你学粤语 你学粤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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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粤语的 但是不是好呢 其实我当时的 我第一件事 我找到一个 是我一个朋友 他会普通话 我需要做生意 他给我一个地方 在他办公室坐着 所以我可以坐着 做我的事 但同时他在我后面 每天通电话 所以我差不多一天 六个小时到七个小时 就在那儿听 他说谎的话 所以我经过一个 叫抛脑子的过程 所以我的脑子 一直抛在那个声音里面 然后我开始主意 他比如每个电话 他一接起来 歪 那这个跟普通话 喂是一样的 OK 然后呢 冰狗 冰狗 然后呢 一会儿呢 看他手表上 可以顶吗 一个 所以经过这个 那个肢体语言 而且已经听到 完全能听清楚的每个声音 所以很快就可以开始 知道那些核心的词是什么 就可以开始用了 所以是这样起步 然后呢 去点餐啦 跟朋友一起啦 那他们说的话 你不能听懂 所以又进入个 泡脑子的状态了 偶尔有自己插嘴 好像小孩一样的 所以基本上 你要学任何语言 你必须经过 小孩听别人 然后呢 自己模仿 然后自己试着试 试着说 你没办法避免这个过程 就让人 就是不怕别人笑 就得说错了 但是有点勇敢的 去尝试 是 其实你学语言没有错 只有人懂还是不懂 你说发音错 就搞出了一个笑话吧 就是哄堂大笑啊 有时候你说的人就大笑 你看爸爸妈妈听孩子说话 有时候就大笑了 对吗 所以我看了一个小孩 他跟他妈妈说话 他说了一个词 他妈妈说 What 因为听起来是脏话嘛 哈哈哈哈 那其实我们槟城 我们常常 就是我们也 就是马来西亚吧 还是我自己本身 我身边的人都一样说嘛 他们说 就你掌握一个语言 最快上手的字就是粗话吧 那你有没有这方面的 就是感觉呢 就是骂人的话那些呢 就学得特别的快 是这样的 你听的话最多 你掌握的最快 那如果你周围的 如果你周围的人 是骂人的 那你会学那些了 所以在香港呢 有一部分人 其实有一个阶层的人 第二个或者第三个 就是粗 所以你没办法 你肯定会学这个 因为你一天 你就会听到 一百次两百次 所以自然的话 就会用了嘛 如果呢 你周围的人 不说粗话 你不会找到这些了 下期老师会跟我们分享 更多学习语言的秘密 记得关注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 转发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更多的照片会发在 我们的Facebook和微博上 别忘了给我们的专页按赞 我们下次见哦